他来了他来了 陪胜佑上个月酒驾违规被抓 当天并没有戏剧相关拍摄行程 所以就和朋友去喝酒 但聚会结束后并没有请代理驾驶来 反而自行驾驶 被抓到后酒侧值 更超过吊销驾照的标准 所属经纪公司artist company人士表示 陪胜佑真心忏悔反省中 没有要变白的部分 非常抱歉 这件事情非把开天龙制作组也知情 但根据报道制作方 比起演员反省似乎更在乎 其他知情人士的口风 就有人表示 陪胜佑在剧中是为正义奋战的人 所以一旦酒驾的事情传出就会很困扰 警方过阵子将会传唤陪胜佑道案 目前的拍戏行程也都在调整中 artist company人士在发声 陪胜佑知道自己错了也感到很后悔 对戏剧造成影响真的很抱歉 非把开天龙恐受到影响 图翻射自非把开天龙官网 事实上陪胜佑 1999年透过音乐剧女巫狩猎出道 主要都是拍摄电影作品 像是办公室和The King都是他的代表作 戏剧则除了今年的非把开天龙 过去还拍摄过 Live和看见鬼的刑警处容 才气满分的他 2019年曾受邀上Running Man带给众人欢响 ATO在新闻云提醒您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